现如今,有很多人在家的时候,都会礼佛拜祖先,但是忽略了很多的注意事项,所以拜了祖先之后还是与没有拜一样,感觉还是很倒霉,其实就是没有注意礼佛拜祖先的风水禁忌,此时,你拜祖先其实和拜鬼没什么两样,也怪不得被厄运缠身了。 我记得有一次家里的老人去寺庙拜佛的时候,问过主持在家的时候,礼佛拜祖先需要注意什么问题,主持就告诉了老人,一定要记住十一件事,但凡有一件事没有注意都会遭受到厄运,老人听到之后,就将这十一件事记了之后,心情都与从前不一样了,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一件事到底是什么。 第一,家里供奉祖先注意事项,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牌位一般都是要放在供桌上面的,而且要注意的是供桌下方不能够放其他东西,尤其是垃圾杂物,这就是对祖先的不敬,旁边也不能放杂物,这样会影响家里的运势,尤其是男性的运势。 第二个就是牌位的后方,一定要有着墙,但是不能是厨房的墙,牌位如果是靠着厨房,就不能够保护房子,会让家中的气场变得不稳,运势就会慢慢地变低,因为厨房熟火,很容易带来霉运。 第三个就是牌位的后方不能是楼梯,如果是楼梯,家中就无法聚集财运,运势也会严重衰弱,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牌位的两旁,最好是不要对着门,这样是会漏掉财富的,还会让家人遭受小人的算计。 第四个就是如果有条件,经济上允许,其实可以将祖先的牌位放在寺庙当中进行供奉,诵经念佛就可以保佑子孙们平安健康,能够提升家里的运势,而且在摆放的时候一定要稳,如果不稳,牌位掉落就很有可能是大凶的预兆,所以一定要小心。 如果条件有着限制,其实也可以放在客厅,因为客厅是家中气场最强的,也是最稳定的地方,牌位放在这里是不会受着影响的。 还有要注意的是,家中如果还供奉了其他的神,就要按照顺序去摆放,这三者就不要放在一条线上,一定要按照顺序从上至下摆放,固定之后就不要随便移动了。 以显示尊敬的意思。 第五个就是在家中不要悬挂祖先画像,因为这样画像阴气很重,如果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,会对我们的身体还有运势都不太好。 二、拜神拜祖先,不可不知的是,第一件事就是礼佛拜祖先的时候,形式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对佛菩萨有着恭敬的心,之后就要用恭敬心去对待一切众生,这才会增加你的福报。 如果你对一切众生不恭敬,只对佛菩萨恭敬,那就等于灵,你有着分别的执着,这就不合理。 第二件事就是家里的香炉,一定要保持干净。 我有一位朋友刚刚出家的时候,他的师父就常常告诉他,香炉的香燃完了,香脚就要拔掉,将炉内的灰抹平,不要挤得满满的,脏脏的,如果香灰太多了,可以挖一些出来,以尊重的心思放在花盆里,不要让别人去踩踏就可以了。 第三件事就是香脚处理的方式,如果点完了,香脚千万不要乱丢,就像是处理破损的经典一样,给它火化之后,灰可以放在清净的地方,有着几分的恭敬心,就会有着几分的福报。 但是记住不要太执着,如果是住在都市里,真的没有办法处理,可以将它包好之后放在垃圾桶处理,如果有着办法,就处理得圆满一些。 第四件事就是家里佛堂点灯,到底需不需要要二十四小时都点着? 其实这有着两种情况,在《咸鱼经》《品语》《男陀品》中说,佛陀时代,有一乞丐是女人,乞讨了一整天之后,才得到了一点点的东西,就把这些东西去换灯油来点灯供佛。 佛陀平时的时候,有着交代,天亮的时候,就要将灯熄灭掉,但是乞丐点的灯就是吹不灭,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,点灯是从晚上的时候,点到天亮,白天就可以不点。 另外在《药师经》也说到,续命灯要点上四十九盏灯,连续点上二十四个小时。 所以两种说法都可以,但是平日的时候,要注意安全。 第五件事就是十二点以后到底要不要上香,基本上香叫做佛使,点香的意思就是要通知佛,供养佛,就像是佛的使者一样。 你愿意点香也可以,没有规定一定要说十二点之后不能点香。 这种香有着两种,叫做上拱下施,有些香就是用来供养佛菩萨的,有些香是加了香料。 食物是可以不施给外面的众生,因为对于鬼道众生来说,他们都是来吸味道的。 如果你点了你,点了有食物的下供香施时,他们会很高兴。 第六件事就门口五方五土,造军,祖先,跟他们点灯是正确的吗? 这就要看个人的动机了。 当我们拜土地宫的时候,是求他让我们发财,动机上就是不对的。 如果你在拜土地宫的时候,是想要离开苦难获得快乐,这样的动机就是合适的,动机才是最主要的。 在阿含经当中写着,佛陀说任何一个想,皆,道等都是附着一个神的,孤魂野鬼就像是微臣一样多,他们没有地方住,只能附在这里。 所以了解了这个之后,就可以慈悲点灯,但是不用去求他们。 如果一旦求了他们,那就是在养小鬼,将来有所求于你,你不能回报的时候,就会用各种办法去让你痛苦。 所以,千万不要去求鬼做什么事情,我们有着德行,鬼神自然就会尊敬你,甚至你帮助他之后,他还会去感激你,这是自然现象。 第七件事就是已经皈依了,如果家里人要求,还是要早晚烧香拜佛,该怎么办呢? 遇到这样的情况,要记住皈依了是不能拜神的,不过你可以转换一下,因为你拜的很多神都是佛教徒,比如像观公,马祖之类的。 你在家的时候,可以将佛菩萨的位置放高一些,其他的神明位置放低一些就可以了。 第八件事就是母亲百日祭辰的时候,前往祭拜途中的时候,车子坏了,这个时候我们该念什么经来消除忏悔呢? 如果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车坏了,可能是有着什么原因的,佛教并没有什么偶然发生的事情,因缘可能是要叫你慢一点道,所以你念什么经都是没有关系。 佛所讲的经书,只要念出来就有着加持力,遇到这种的时候,念经,念佛,持咒,就会让你的心去平静下来,或许你就能去看到一些迹象。 有时候,我出门的时候,前脚被踢到,我会在家里等一会再出门,没想到过了一会儿,电话来了,朋友叫我晚一点出门,所以太早去也没有用的。 我们每次做什么,护法神都会想一个办法,让你有着感觉,这是一个宗教的经验,所以要随时保持清静心,多念经就可以了。 第九件事就是家人往生多年了,我们要如何超度才能够算圆满呢? 要回向给一切众生才会圆满,如果到了现在还爱着你的家人,死了几年,你都记得很清楚,这就是执着了。 回向的意思是说法界的众生才叫做回向,你知道今年是他往生八周年的纪念,你就可以帮他做功德,代替他去帮助老人愿。 印经,这样就可以回向法界众生,对你的过世亲人是有着帮助的。 第十件事是子女去到其他地方读书,但是在毕业的时候舍报往生了,有着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心中的悲伤呢? 这个就是根据他本身的夜报是有着关系的,有一种可能是欠债还完了,所以最后他就走了。 佛教所说的慈悲,有时候会用着妈妈对女儿的爱来代表,因为当妈妈活到一百岁的时候,想着八十岁的儿子,执念就会很深,其实儿子虽然舍报,但是在佛法的角度来看,要知道的是他并不是真的死。 他会继续投胎,去到一个与他有着缘分的地方,然后变成了另一种形象,如果不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悲伤,就可以帮助他行善事,积累功德,让他来世的时候更加快乐,更加长寿。 第十一件事就是拜祖先的牌位,如果他们已经去投胎,或者去到了其他地方,这样拜佛还有着用吗? 只要还没有超出轮回,即使已经去投胎做人了,你可以用佛法来帮助他念佛,花香供佛,还是能够得到加持利益的。 假设是他生在第二天,子孙很认真地去帮助着功德回向,仗着这份功德,他可以生到第三天。 第四天,如果他是在极乐世界,品位也会增加,这就叫做法界缘起力。 所以,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多结一些好缘,这样我们去世之后,就会帮助我们放生。 应经,我们在死后的极乐世界的品位就会很高,投胎做人的时候,福报就会越来越大,这就叫做互相增土。 总而言之,在家里拜佛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这十一件事,做好了就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福报,积累功德。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要有着恭敬心,对一切众生有着慈悲心,心成则灵。 如果没有注意这些,拜祖先也是没有用的。 感谢你的观看,愿你福生无量。 来到没网站了。 点论